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生日月还有哪些羊毛可以薅 那快跟小王一起出发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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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刚坐下没多久 然后还上了餐中饮料 芒果酱 刚才上牛排的过程因为我把相机关了那个路上 然后我们现在牛排已经上来了 谢谢大家 从来没有试过 那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 三分熟的牛排是什么味道 好呀 下面这边是真的有点熟 然后这边还是带一点血色 确实很不错 一点都不拆 会不会那种清水很丰富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如果那个黑胡椒的味道更明显一些 才更好吃 因为其实我个人是有点重口 我吃这个就感觉 更多的是牛排本身的味道 所以我发现如果把那个料 蘸得比较多的话 还是会有一点辣毒在 我之前看公园的时候说 他们家如果是提前过来递座位的话 生日当天还会收到一枚小蛋糕 虽然小嘛 但是也是新衣 我们去下一家店吧 哈喽我们现在是来到了 今天的第三站 满季甜品 然后这是我今天拿到的第一个单子 可以留作纪念了 在我找座位的过程中 它已经做好上来了 其实我从来没吃过 他们家这个白雪黑珍珠 那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味道 哇下面好像是冰淇淋 好冰啊 看一下不是冰淇淋 就是那种加了一点奶味的那种冰 碎茶还挺大的 这是芒果粒 硬如既往的带一点酸味的芒果 这是什么呀 看起来像是桂圆 好像不是桂圆肉 我本来以为是软的那种桂圆 结果特别有嚼劲 但是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每一颗还不一样 刚才我吃的那个特别有嚼劲 然后说明这些就是属于稍微有一点 哽啾啾的那种软Q 还有香蕉 是熟透的香蕉了 这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桂圆 这个是桂圆 好甜啊这个桂圆 哇这真的好甜 越吃到后面越甜 这个没有味道还挺好吃的 我发现底下这个稍微坏一点的时候 特别好吃 冰茶没有那么明显了 奶酸味还特别重 结婚生日礼我爱了 好吃好吃好吃 今天其实北京有点降温 我觉得稍微再暖和一点的时候 吃这碗肯定更爽 看它稍微坏一点的质地 想到了稍微坏一点的炒酸奶 真的如果大家吃炒酸奶的话 一定要给它一个机会 让它稍微坏一点 那个感觉 那个口感一级棒 那我们现在去下一家店吧 我们也要看不出了 受伤盹 我们现在吃荀的 然后现在